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18号在清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姚罗娃 共同主持第二次中欧数字领域高层对话 双方围绕数字领域发展和政策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讨论,取得一系列成果 双方认为,中欧在数字领域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和较强的互补性,愿共同努力、加强交流 推动数字领域务实合作,不断取得新成效 促进营造开放、包容、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为推动全球数字化转型和经济恢复发展贡献力量 张国清表示,中国将继续推进数字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 欢迎包括欧洲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 分享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机遇,实现互利共赢 姚罗娃表示,欧盟和中国在数字领域具有良好合作基础和前景 愿同中国在相关领域加强对话交流 深化务实合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